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再录一个 录一个铁滑车吧 给你们讲一下铁滑车的目的 好 那么铁滑车对方果然打掉 打掉之后 这个铁滑车你必须炮滑车中炮 中炮对方是肯定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之后咱们就平车 平车杀下炮 正解的话是直接打掉这个试 打掉试就解了 说明对方是个高手 他如果再走的话 这样的话咱们进炮 咱们炮而轻而 他也不敢出车 出车咱们砍掉这边打空头 这样的话这气就被动了 打掉试这是正解 说明这个人走的还不错 那么对方选了中炮 中炮咱们就马二进三 对方马八进七 咱们就车衣平安出车 进炮把他中炮给他干掉 将来咱这个中炮就可以发挥 发挥去了 这样的话直接先把三路兵冲进来 咱们进降 对方可能会进到竹林线 或者进到这里三奥马 直接进车看吧 平为将我进降 对方进车看住 那咱这个中炮 就不要要了 这中炮没用了 中炮赶紧卸掉 炮平安出车 对方的要害 行车出降 想对我一家措辞了 先至于手势 日刺的话 对方瞧我相眼 将来像双鞠夺势 夺势也夺不到 我这个马看着呢 咱们再进去抓下马 你双鞠夺势是没用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先选择一个炮酒 主流 把车子的盖进去 这边杀双马 逼丢一个马 行车扛口响 这像不能给 因为它这两个马 是跑不了的 咱们先飞一下 这个像如果一丢的话 把这个旗基本上就输了 不管呢 它只有推特应该保这个马 因为它这个马基本上保住 这样走的话 咱们就直接 把这个旗路马给它杀掉 它如果进马的话 进马的话 其实这个马也是死马 砍尿饼 它这个马进这 马五进散 咱们再一进 比 这个马进不上就死了 先让人一个将 先先让人形成一个偏浓将 再杀定 一个马也是一个死马 可以退过去 但是退过去 我再推车一抓 这马还是死 你退过去之后 不一定杀你马的 这边直接平车一将 推车一将 砍尸一将 直接差不多了 你这样走我就吃掉你这个马 前鞠后炮偏头将 这七还不输吗 这七还不输吗 一杀兵的话 双击错了 我们讲到这里地方 选了一个认输 节目感觉精彩的话 咱们可以维持一下 好